种子不出芽是什么原因 我们很多新手小伙伴种菜的热情特别高 但是经常就是过不了出芽这一关 有的时候哪怕是跟着我的视频 不走一模一样的来操作的 但是我的能出芽 他们的全军覆没 之前还有菜友跟我说 他们播种的鸡毛菜一粒都没有出 这个说实话真的有点匪夷所思了 我也搞不懂 那到了这个下半年 对于新手小伙伴来说 其实考验更大 其中有三样蔬菜 大家可以在看完我的这期视频之后 再考虑要不要去种 这三样蔬菜就是莴笋芹菜和香菜 很多时候播种之后 它就是不出苗 有的呢以为是种子的原因 有的以为是自己不会种 其实这个种子的原因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那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多数人不知道 或者就是知道也不太认同 就是是环境和温度的原因 简单的说就是你的种子 它处于在休眠的状态 要想让它发芽的话 必须要打破种子的休眠 秋季种植大多都是在这个八九月份 这个时候这个大多数地区温度都是很高的 那这个时候它的种子正处在休眠的状态 像莴笋芹菜还有香菜等等 它发芽所需要的温度是在14到20度左右 但你秋季种植的时候 温度一般都是高于20度的 这样的话你的种子就很难发芽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你播种之后出不了苗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说是春季种植一般出苗就不会太难 因为春季这个大多数地区的温度都不是很高 然后种子发芽也会更快一点 但是秋季不行 秋季种植必须要先给种子处理一下 就是说先进行低温处理 让种子从休眠状态苏醒过来 才能让它发芽 整个过程也不是很复杂 像浸泡低温催盐 然后再去进行播种 只要懂得了这个原理 什么时候播种 其实都能够出其苗的 如果说不懂这一个 想让种子出芽 就真的挺难的 我每年种这几样蔬菜的时候 都是会先处理一下种子 就是等到它快发芽了 再去播种 播种之后一般几天就会出苗 就是会简单又省心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催芽方法 有需要的小板可以记一下笔记 可以先用清水 把种子浸泡个6到8个小时 让种子吸足水分 然后再把吸足水分的种子 放到干净的湿布上面 给它包起来 或者你可以把它控干水分 就是装到干净的碗里面 上面再干上湿布 再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温度控制在5度左右 每天晚上拿出来 用清水要给它冲洗一下 清洗完之后再给它放进去 就这样反复两天放在冰箱里 然后再把种子拿出来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去催芽一天之后 再放回冰箱 就是冷藏室里面 就是再放冰箱两天之后 再拿出来 就是这样反复的一个操作 也就是我之前经常说的 二加一原则 然后看到种子有一半 就是一半以上开始发芽了 咱们就可以去播种了 如果说嫌麻烦 你可以放在冰箱 三天后拿出来再直接播种 不过这样的话 出苗率会低一点 这个种子处理完以后 种植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了 你撒播调播都可以 但是这个种植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还要先浇透底水 等水全部剩下去之后 你再撒播种子 然后因为这个种子也比较小 再加上是湿的 就不太好撒播 你撒的时候可以混合适量的细土 或者是用水泼法 或者是一粒粒的放 这个就你需要有一点耐心了 播种完种子以后 上面再用细土给它覆盖一下 记住不要覆盖的太厚 大概一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盖完土后 上面最好再用东西覆盖一下 就是那个防晒网 这样有利于保湿 有利于它出苗 不管是种莴笋芹菜还是香菜 刚出苗的时候 你就要及时的 把那个这样网给它拿掉 不要让土壤过干了 另外还有不少小伙伴 就是怕出苗不好 撒的时候就撒特别多 导致最后这个秧苗 太过于密集了 大家记住了 如果说出苗后 秧苗非常密集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建苗 防止这个秧苗 它长得很细弱 导幅以及生长不良 一定要及时建苗 促进它长成壮苗 好了 关于这个种子 播种后不出雅的原因 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了 希望每一位阿种菜的小伙伴 每一天都可以一下口敞开 拜拜